你绝对没见过这样的超级英雄 面对敌人的火力压制 小剑剑竟使劲扯出自己的白色裤衩 小剑剑眼见无法沟通 只能开始战斗 他凌空飞出 创刀流一路所向披靡 尽管身上已是重担无数 但对付一群守卫简直小菜一碟 很快就被他全部送走 而钢力士和女坦克交战在一起 另一样上钢力士完全占不到便宜 被对方一顿暴走 这时钢力士已把将他扔在地上 方方就是两拳 却被女坦克锁住了手臂 钢力士索性领的他就往车上摔 却不要被他一拳激动摇海 小剑剑用守卫的身体摆出了西斯的名字 但迎接他的却是一顿枪铃弹雨 于是他闪躲上方的攻击 一个空翻跳到了铁板上 背后超能力爆发 直接将小剑剑送了上去 奔进了高压无养舱里 氧气逐渐被抽离 小剑剑拿着双刀和西斯的双斧展开了战斗 一阵对拼后 小剑剑一个后空翻 扔出手中的武器打破无养舱 女友暂时脱离危险 西斯扔出斧头 小剑剑顺势接住然后再扔了回去 接着一个飞梯踹倒西斯 接着两人又开始了肉搏 打多种小剑剑被一刀刺中脑袋 这时女友成功逃出 从背后一刀刺中西斯 看着一同倒地的女友 小剑剑抵出了爱心的手势 但西斯再次起身 一把将女友扔了出去 此时的刚历史被女坦克用铁锁勒住了脖子 旁边的黑厚剑撞 身体的能量全部爆发 他使出了一招从天而降的绝招 地暴天心 巨大的爆炸导致邮轮开始清洗 西斯被集装箱瞬间撞飞 小剑剑将女友装进了真空舱里 在两人演一并掉落之后 最终整艘邮轮彻底坍塌 刚历史从废墟中救出了丽莎 另一边小剑剑问西斯如何恢复容貌 而西斯也肯定地告诉她根本恢复不了 气愤的小剑剑直接逃出手枪 刚历史上前劝阻 并告诉她要有英雄的模样 但小剑剑根本不听她废话 直接一枪爆头 直接让刚历史把早饭都吐了出来 随后小剑剑鼓足勇气让女友摘下她的面具 上面确定着狼夫的贴纸 女友拿下贴纸 看到被毁掉的容貌 丽莎虽然惊讶 但表示还可以接受 而小剑剑却一本震惊地说道 就这样相爱的两人 最终在此走到了一起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